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靈探 好, 我們今天請了嘉賓過來, 就是Mega Hello, 大家好, 我是Mega 很久沒見的Mega 今天和Mega來到平洋村, 事緣是怎樣? 平洋村, 今年9月時有一宗凶宅案發生 事主51歲, 姓張 因為債務九分, 欠債三百多萬, 因為波欖數 被綁架來這裡, 打電話給她老婆 勒索她, 叫她還錢, 叫她還三百多萬 那些疑空就夾了事主張先生來到平洋村的關公廟 協持著她, 想她還一條波數 之後就可能懷疑錯手, 殺死了張先生 之後呢, 因為張先生的老婆就報警了 因為張先生失了個鐘 所以警察就去查, 查到疑空在某間茶餐廳吃東西 就埋伏進行, 進去假裝安心出行 然後就把疑空拘捕了 疑空事後就說在哪裏埋伏 這件事就令到很多記者都知道了 我上次跟啫喱來過這個位直播 那晚的反應都很大 有觀眾看到我背部出煙 不知道是否太熱下雨 還有那晚的啫喱和時司都聽到床屍位 有很多聲音 我們今晚就看看有什麼感應 我也很期待去那個位置的望 好, 出發 Let's go 我們現在又進來床屍位的附近 我們現在跟什麼隔離進去 這裡很冷 你冷不冷 剛才在市區那時不冷 來到這裡很寒 我們看到那邊已經有一個墳墓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關帝廟 我們去那裏看看 據說當時在這間關帝廟 疑空殺死死者 我們過去看看 我們先進去裝置香 好啊, 進廟放一會 大家嗎 謝謝 這是交代 我可以 bottles 謝謝 amm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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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 下集再见